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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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前大家有沒有就是怎麼樣那個 通訊的傳播是不是用書信用寫的對不對 對吧 那後來呢就是變成用電話電話出現 然後再來就是Amazon 我記得我是高中的時代大家就是用Amazon在通訊 那現在是不是大家都有什麼東西 賴嘛 智慧型嘛 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爸他是不用智慧型的 然後我還買了一台給他用 他說你可不可以換按鍵的給我 我說爸他現在都已經用智慧型 大家都滑來滑去 你也要滑來滑去才行 後來呢他就也學習怎麼滑來滑去 那現在其實大家是不是手機平板電腦非常的方便 對不對 而且我發現長輩其實也會有同才的壓力 因為他們 如果他身邊的那個60歲的 有孫女的阿伯他是用iPad 他就覺得他也要怎樣 他也要一台知道嗎 就算他不會用 所以說其實大家都是一直在學習說怎麼樣 越來越更新跟得上這個時代 所以我們的觀念必須隨時代而改變 不改變就一定會被淘汰 好再來未來趨勢 大家有沒有上網買東西的經驗 有的舉手好嗎 不是在愛多美喔 你看吧 其實有時候會很感動耶 因為 因為愛多美所以他們會上網購物 知道嗎 我們中心也會有很長的 年紀比較長的場輩他們來 他們一開始都說可不可以現金可不可以現金 我當然是說怎樣 誰說可以的 當然是就是幫忙他們學會線上訂購 可能交了一次交了三個小時之後 下次隔天他又來買的時候 他就說 我忘記怎麼買了 這時候你就要再交他一次 但是 請問中心我有辦法每天在那邊交嗎 交他們上網購物嗎 其實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組織上下線要合作 很多我發現很多自己來的夥伴 來中心的夥伴他不會用電腦 可是他的上線也沒有來 就會變得說 我們必須要一直教育他 那我是覺得 這樣他很孤單對不對 所以呢 一定要學會怎麼要上網訂購 因為現在就是電子商務的時代來臨了 所以你不會上網訂購東西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 也不能說跟不上時代 但是我覺得大家一直越來越多人 使用上網的頻率很高 所以現在是不是大家 有沒有上過淘寶網買東西 有嗎 有部分的人有嗎 其實非常方便 那如果像台灣的話 其實是常常上 PC Home或雅烏湖購物對不對 然後其實像我們買書的話 是不是 我去成品看了書 氣氛好燈光家 可是我會在成品買嗎 真的 年輕人真的不會 因為我們就直接那個 把那個掃一下他的那個名字 然後結果就比價往出來 然後最便宜的那一本在哪邊 我就上去那邊買 大家知道嗎 所以是現在是大家 越來越網路購物 越來越方便 以後一定是走這個 網路購物的時代來臨 那實體店面會因為 網路購物的出現 所以他們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像我在上海朋友 他說他們現在在上海的 很多百貨公司 可是大家都怎樣 Windowshopping 他們去看一看之後 只有哪邊最多人 美食街最多人 真的 所以你們其實發現在台灣的百貨公司 平日的話 除了中年慶有一些特惠活動之外 平日他其實百貨公司的人不多 越來越少 以前我去逛百貨公司 他們都不太理我 你知道嗎 因為覺得我是年輕人 可能也沒什麼錢 然後會在那邊比來比去 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去百貨公司 他們都會理我 因為人真的不多 所以他們沒有人可以服務了 就服務到我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家裡 我們不用出門就可以購物了 所以說店面一定會以後 可能他開了實體店面 他也要開一個虛擬商城 兩邊要同時並行 而且大家看一下 那個SOGO的業績 其實 像淘寶 他每年的業績成長得這麼大 我相信愛多美以後也會 所以如果缺貨的問題 可以再改善是更好 對 所以你會看網路商城 他的業績是遠遠 無遠佛界的 他今天在高雄的夥伴 他要再 要買東西 會到台北的Costco買嗎 其實不會 他一定是地區性嘛 可是你透過網路 他在高雄夥伴 可不可以上愛多美官網買 可以 所以這是非常方便 你的組織就在各地 然後累積 會不會業績都會累積到你身上 會 這就是愛多美厲害的地方 所以直銷業會因為 愛多美受到非常大的危機 我們是不是有看過非常多直銷業 我其實是第一次做直銷啦 對 因為我以前很討厭直銷 這也不用不諱言 但是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這些直銷吧 我是進來愛多美之後 才認識 認識安利 認識那個美樂加美安這些 他們都會因為愛多美而受到影響 大家相信嗎 真的嗎 我一開始還是不太相信 對 但是為什麼 要大家去理解 第一點 我們是不是免入會費 對 因為公交會規定 所以我們才要那50塊的文件的註冊費用 對不對 然後第二點 我們是不用責任了 其實這一點就是打破非常多 傳直銷的一些 大家不願意加入的原因 因為大家會害怕加入 是為什麼 因為每個月他都必須要扣什麼 35點或兩三千塊的責任額 所以他不願意加入 他覺得對他來說造成了一個壓力 對一般消費者來說 所以我們不用責任是不是一般消費者 他都可以加入了 他只是註冊50塊 那是每年都要繳50塊嗎 不是嘛對不對 是不是一次繳了之後 只要一年維持會員資格 一年買一樣有PV的產品 那請問會員申請書可以嗎 我去年自己非常可愛 就是買 就是中興都會有很多會員申請書 對不對 然後我就買超過了7萬 就是買會員申請書 然後還被扣稅 就是太笨了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 千萬一年不要超過7萬的買的額度 再來第三年物美價廉 請問大家有用過我們愛多美的產品嗎 有嘛 沒有的舉手好嗎 沒有的也不敢舉手 其實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我講再多也沒有用 你們回去用用看就知道了 第四個就是電子商務 國際會員制的平台 請問現在愛多美到幾個國家 韓國 美國 日本 加拿大 台灣 新加坡 我這些國家的會員可不可以註冊會員 那越南可以嗎 不行喔 請不要再問我 越南 菲律賓 柬埔塞 可不可以加入會員 那是之後的事情了 那在台灣的外籍人 是可以加入會員嗎 可以 你真的確定嗎 是不是我們的居留 真的要超過180天 超過一天 少於180天 一天都不行喔 我真的送過 差一天都不行 所以一定要滿180天 你送給公司 然後就可以成為會員 所以外籍人士 在台灣的有居留證是可以加入的 那請我們去年一整年的人數啊 其實大家應該 我在台北講非常多次的那個制度 其實就是去年一整年 我們是六萬五千名的會員 總共偷投對不對 那大家昨天總經理也有說 我們現在累積總共多少人數了 接近是14萬嘛對不對 接近14萬嘛 去年一年只做了六萬五 今年半年的時間 就已經完成了 一倍對不對 一倍多了 六萬多了嘛 所以其實人數在增加 它會是 1加1等於2 2加3等於5嗎 會這樣嗎 是等比級數 昨天你們沒有上李勝淵的課嗎 是等比級數上去 所以人是會倍增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做愛多美 這個系統的原因 直銷最讓人 為什麼這麼多人 討厭直銷但是又這麼多人做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倍增跟被動嗎 但是以前的直銷 會讓你倍增或被動嗎 真的很被動 但是真的不會倍增 因為可能講一個就掛一個 講一個就掛一個對不對 我是聽他們說的 那我們可能今年 預估就會超過20萬名的會員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可能 而且應該真的會超過 因為你看 半年我們就達到8萬 多了8萬 那再下半年 你就看成功學員就好 一開始只有300多人 現在是1300耶 有沒有可能明年變3000 其實真的會 所以其實大家 要積極的努力的趕快去 因為在愛多美要賺多少錢 就是會員人數會決定你的收入 這是絕對的 然後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4月份新增會員人數 一個月就1萬7千名了 然後我就常常跟我夥伴分享 每天一個月加入1萬7千名 那我們送的件到有多少 一件 兩件 還是50件 100件 那個不一樣喔 但是今天來到這邊的夥伴很幸運 因為你們從今天開始 你的事業就開啟了 你也會從一件兩件開始送 我們也是這樣 那到後面可能半年一年 就會變三五十件開始送 所以真的 每個人的過程都一樣 那我們的營業額呢 其實我非常覺得這張 就是那時候公布的時候有嚇到我 因為去年1月份 我們一整個公司做的營業額才多少 718萬 可是到年底的時候是7400萬 一個公司它營業額一年要成長10倍耶 10倍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如果今天鴻海成長10倍 它現在股價飆到多少了 對不對 大家有概念嗎 所以說 剛剛昨天你們有沒有吃晚餐 有嗎 那桌上有什麼 蛋糕是為了慶祝什麼 我生日嗎 是不是為了慶祝愛多美 五月份的營業的破億對不對 五月份做1億1600萬 我就想說 那如果今年 今年做12億的話 會不會 我們其實 就可能會擠到台灣直銷業Top10了 對 非常快速的時間 不到兩年的時間 我們的營業成長非常快 所以說你要不要加快你的腳步 因為大家都在成長 我就會一直很擔心很擔心耶 你看我臉上都是憂愁 就是很擔心想說 哇 大家都成長非常快 我們的組織也會一樣快 對不對 上個月是 真的是四月份 因為那時候 跑步也做得比較慢 所以現在是1億1600萬 其實非常快 而且但是呢 你要想說 這個營業是在很多東西都缺貨的情況下製造的耶 有沒有想過 我們是拉麵也缺貨 防曬霜從頭缺到尾嗎 還有那個 就是因為大家太會買 對 真的 所以說這些缺貨還可以造成這麼多營業額 代表我們其他東西好不好用 因為如果不好用 它會去買嗎 不會啦 我不會為了碰那兩千來百 我去買很多貨你知道嗎 不可能 一定是因為大家好用它才會上去買 所以我們的東西真的好用又便宜 你們等一下回去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第二個概念呢 我今天講的所有的制度啊 只要你學會一兩人概念就可以了 因為我也沒有教很多 其實就是消費支付的概念 昨天那個 秦大福總理長彪哥有講了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的消費呢 是不是一直就是去哪邊消費 像美國人他會去哪邊消費 WOMA嘛 那如果是韓國人他就去哪邊 樂天Lotte嘛 因為他們 有樂天超市樂天百貨 一大堆 那我們台灣人會去哪裡消費 家樂福大論法全聯啊 屈城市或是百貨公司嘛對不對 那請問我們今天消費是不是都讓 都是把自己的錢消耗出去而已對不對 我們有賺錢嗎 我們有會員非常的厲害 他去統計他一年在屈城市買了幾萬塊的東西 然後回饋金他有去算耶 因為屈城市是不是會可以換現金 就是抵現金對不對 他一年消費一萬塊 你猜他可以抵多少錢 大概就是三十幾塊 甚至比信用卡回饋還低 那大家猜一下他去家樂福呢 一萬塊一樣在家樂福消費 他可以抵多少 家樂福稍微大方一點四十幾塊 全聯更少 對所以其實我們的消費只會讓誰更有錢 這些財團更有錢嗎 我們自己會更有錢嗎 不會 我們就一萬塊靠到三十四塊 就是賺了三十四塊 知道嗎 所以他們可以怎樣 我們消費只會讓別人越來越有錢 可是我們自己沒有辦法越來越有錢 所以呢他們可以怎樣 開遊艇 像那個姨眼良他非常喜歡他有很多自己的遊艇 他可以去開遊艇出去玩耍 然後我們就去他的大樓房一直買一直買 知道嗎 或者是他怎樣 可以住豪宅 我們家就是只能住豪宅 你知道嗎 他們都可以 有錢人他可以越來越有錢 他可以到處買房子 到處投資房地產 越來用錢賺越更多的錢 可是我們就是怎樣 一直幫他們付他們的錢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呢 是不是可以換個地方消費 你花原本你在買的東西 可是你有可能賺你原本賺不到的錢 這就是艾多美的概念 花原本在花的錢 可是賺原本可能賺不到的錢 今天你來艾多美消費 我最 其實來艾多美消費的第一個需要具備的觀念 就是說你今天用到省錢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我們去百貨公司買可能兩千塊 來這邊買可能只要四百九 對吧 洗面乳的話 但是呢 你除了用了省錢之外 你還可以用很健康 大家同意吧 對 真的同意嗎 好 這樣可以 這樣我就越講越 越嗨這樣 對 所以其實第一個關係就是省錢跟健康 你還不用講到賺錢 你光這個就是對自己的人生 有很大的好處了嘛 對不對 然後下一步才轉到賺錢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就想說賺錢 他一開始賺得到錢 會不會比較慢一點 是不是 很多直銷的人會嫌我們艾多美慢 我說他真的很慢 就是在我一年半 從兩千多塊變二十幾萬 好慢 知道嗎 所以這個就是 艾多美其實他真的一點都不慢 只是大家還沒有體會到 我想 彪哥應該體會滿深 因為最近的就是你了 被舉例者功德無量 那艾多美制度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我們是雙軌制 傳統直銷商 是不是都會分什麼代數幾代幾代 那艾多美有代數嗎 我也想說 欸為什麼艾多美沒有代數 可是以前的直銷要代數 後來我想出一個為什麼 因為以前網路不發達 他沒有辦法計算 你知道嗎 所以快計算到第七代 就算不下去了 所以艾多美可以無限代 因為我們電腦發達 科技發達 可以我們的後台系統很厲害 無限代連跨國都進去了 以前的他要算跨國 還要算匯率跟那個錢的算 知道嗎 所以艾多美可以無限代 是因為賣網 也是整個時代的趨勢 所以我們除了雙軌 第一點再來就是無限階 無限階層 就是無限代的意思 你今天呢 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思涵我擺了十個人下去 第二個第三個不會動 那怎麼辦 有關係嗎 我就說那你趕快讓他動啊 你怎麼會問我呢 對不對 其實你擺了一萬個人 這一萬個人都沒有動 其實也沒差 因為第一萬零一個 他要做就好啦 是不是這樣 是吧 所以艾多美最特別的就是 你看到他不要做懶惰啊 然後在那邊 嗯 計較東計較西 你就把他跳過跳過 知道嗎 可是當你只有十個人 你可以每個跳過就沒有人囉 知道 因為我有夥伴 他就是閒東閒西 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 那我就說 可是你不能再閒了 因為再閒下去就沒有人了欸 所以呢 在 有人的前提下 就是還是細心輔導 但人一多呢 當然就是可以選擇啦 對不對 再來就是無限的累積 業績是不是可以無限累積 對吧 是的 因為無限貸 當然就可以無限累積的業績啊 那第四個是他有一個上限 上限是我們艾多美收入的上限 一年收入上限四千萬三千萬好不好 這樣夠了吧 夠嗎對不對 所以這個收入是有一個上限 因為很多直銷公司 他們如果沒有訂這個上限的話 會領爆 這樣公司就很容易倒閉 那我們是一定要卡一個上限 收入就是最高 就給他三四千萬也夠了吧 一年 乘以三年就一億咧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是透過網路的團購系統 累積點數 創造源源不絕的被動式收入 這就是我們艾多美的概念 那我們跟其他的直銷商 其實我說他不只是直銷商 我都很喜歡說他就是網路購物 只是發獎形象直銷在發而已 第一點我們是性質 很多一般傳統直銷是以經營為導向 可是我們是怎樣 以消費者為導向 你會發現你簽進來的會員呢 大概80%都是消費者 愛用者 那這些人其實他們只要用了 覺得便宜好用 物美價廉 他會不會繼續用 其實真的會 所以這個反而是比較扎實的業績 傳統直銷如果他是經營者 他帶一大票的人進來 買一買之後呢 他又發現另外一家或是別的東西 可能他更有利潤的時候 他會不會整個就牽走了 有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消費者才是最扎實的 不然為什麼Costco這些大亂發都不會倒 對吧 因為其實就是每天日常生活有名 他需要他就去買 他需要就去買嘛 再來第二點 一般直銷是不是要入會費一千塊 不等 愛董美是不用 我常常在外面簽 比如我遇到他有加入過直銷 像newskin啊 我就說欸我們要加入會員 他就說你不要拿申請書 你不要拿申請書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不知道你拿那個申請書 到底要付多少錢 我說真的很貴欸就五十塊 然後他說蛤 只要五十塊他就簽啦 他們覺得欸真的是很便宜 但是因為很多人會因為他五十塊 他就怎樣 不重視 他不知道這五十塊可以變五千萬欸 他就覺得喔就是五十塊 可能掉到地上現在都不一定有人撿 拜託你們趕快丟我會去撿 其實這個生意這個愛董美事業是真的可以很大 五遠佛見的大 所以你不要覺得他只是五十塊註冊會員而已 他是真的可以經營的一個事業 等一下會慢慢告訴你們 那一般的傳統直銷是不是會有首購的門檻 所以你像我們邀約去會場去中心聽課啊 是不是很多人會不敢來 他說他不知道踏入那個門要花幾萬塊才能出來 對不對 我說你真的放心的進來 因為我們也太忙沒有時間理你 就自己就出去這樣子 所以說真的沒有壓力沒有首購的門檻 他是需要什麼就買什麼 對吧自然消費的概念 在資格限制我們是不需要每個月重銷 沒有這個壓力 但是你會發現他雖然沒有逼他每個月重銷 請問你的會員會不會每個月重銷 其實真的會耶 我覺得這個愛獨美就是很厲害在這邊 他的產品有黏著性會黏住消費者 他用了之後他就沒有辦法換了 不是我家不准換 而是他真的沒有要換 所以我們呢第四個就是產品 我們說絕對品質絕對價格 這也要你們自己去體驗才會知道 但是我真的覺得說他的價位真的是算很低 一般的在韓國開價是比開價是還要便宜 所以說愛獨美真的是產品是有競爭力的 然後再來製度呢其實我覺得愛獨美製度算是蠻簡單的 對我現在竟然都還沒講到重點 所以愛獨美已經跳脫傳統直銷的束縛 好那製度有什麼好處 其實唯一吸引我來愛獨美的原因就只有這個 就是跨國無限單的業績累積業績無限單 因為一般的業績是做業績 沒有業績就沒有收入 同意吧 就像直接標哥說他不想再一直做業務 可是呢愛獨美是做累積 你今天做多少努力多少就多少回報 所以呢循序漸進總有一天會等到你 而且是被動式的收入 我覺得被動式收入是非常一輩子 人的一輩子都在追求的一個東西 不管他是租房租的租金收入的被動式 或者是股票股息的被動式 其實人一輩子都是在希望自己早點退休 然後每個月都有錢進來吧對不對 或是找個好老公的被動式都有嘛 對那愛獨美是真的比老公更 更有靠的一個被動式的收入真的 欸我的製度呢我要講到重點 其實重點就兩張而已 愛獨美製度就兩張 第一張就安置組織獎金 就是這一張 如果這有沒有看到個人消費的業績 對從自己這個就類似我們學歷的意思 我今天一萬PV買了這個洗面乳一萬PV 又買了海貓品十萬PV 就慢慢累積上去 就像我今天念到大學之後 我不會跟大家說我只有高中畢業 知道意思嗎 我大學畢業我就會說我是大學畢業 然後吳營養師他說他是碩士畢業 他就一輩子是碩士畢業對吧 所以慢慢累積是終身不歸零的 你就慢慢累積上去 那但是呢我們要對碰的話 是不是就要看你組織的小編的業績了 組織是分雙軌 有業績大編跟業績小編 同意吧 大家都了解 業績大的就叫大編 業績小的就叫小編 當然我們第一個切個標準是30萬PV 30萬PV有很難嗎 其實我一開始覺得蠻難的 我每天在那邊湊那個PV你知道 1000PV都要很省 但是呢現在就變成說 你慢慢的從一個月碰一次對吧 如果你今天是1萬PV 你左右各30萬PV的時候 就是碰5點 就大概750塊台幣 對 那如果呢同工不同酬 你今天慢慢累積自己到30的時候呢 一樣左邊30右邊30萬PV 你就可以碰兩千兩百五 通常呢在你的夥伴 其實在愛多美 你除了要自己看自己的後台之外 你要不要看夥伴的後台 其實真的要 他們如果快要碰的時候 像我就常常看他們 如果快要碰 底下3030 但是他自己只有25的時候 你要不要告知他 說你快要碰兩千兩百五 可是你現在還差五萬PV 讓他自己決定 那通常人性呢 他會不會去補那五萬PV 會 然後如果他碰了750塊 他會回來罵你 就說你怎麼沒告訴我 知道嗎 所以他們快要碰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們 讓他們快速的 趕快領到第一筆的兩千兩百五 不要再讓他們領750 因為同工不同酬 那再來呢 如果你的人數越來越多 像底下假設一千三百人 都是我的話 我的會員的話 我會非常開心 這時候他們可能一天 就不只是30萬 有可能到70萬吧 對吧 那你這樣子一天可以領多少錢 四千五百塊 其實差不多你們就 目前先學到這 然後中心掌我們 再另外跳出來 拉到後面 後面呢 慢慢的隨著 組織的發展 越來越大的話 你會可能最高 一天可以領多少錢 這個部分獎金 最高就一天領四萬五 那我們台灣其實有幾個人 他們一天每天就領四萬五 會不會很羨慕 一天四萬五耶 可是真的不用羨慕 因為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 隨著時間發展 只要你願意在愛多美堅持 一定每個人都會達到四萬五 一定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找你們的上限 對 那我們組織講的是雙軌 雙軌無限帶累積 每個禮拜二會發獎金 OK嗎 但我們每個禮拜二就會很開心 因為禮拜二一定會準時入帳 好 那我們怎麼看對碰獎金 是不是就要拉到我們的 大家有沒有進過這個後台 我們的官網 其實應該有一些部分的人 還沒有進去過 拜託你們進去看看 你自己的組織獎金這邊 那我們看到都是零 零就是還沒有零獎金 因為他的小編還沒有三十萬 好 然後再來就是看怎麼樣 我們的業績可以擺 昨天今天跟明天 這個大家知道嗎 知道齁 然後16號跟1號不能 壓昨天的業績 因為我們要算全球的分紅 然後第三個是業績不能壓禮拜天 你禮拜天訂貨 業績會出現在哪一天 禮拜一 禮拜一 對很多夥伴禮拜天訂貨就說 天啊師傅我業績 我看不到我訂貨紀錄 我說喔在禮拜一 對 所以禮拜天可以訂貨 可以訂貨 所以其實愛中美組織的發展 是漸進是 漸進累積的 公司絕對不鼓勵買聘囤貨 真的不鼓勵 因為你買聘囤貨是囤 你不需要又回歸到傳統直銷的方式 所以公司是不希望是這樣子的 你就買你需要的東西都好了 那N價的設計是合理的 這個如果不懂的地方 就是可以問你們的上限 然後獎金的計算是用小編來計算 大編業績的保留會使N價下降 因為如果我們業績保留的話 是誰賺最多錢 其實是韓國人 因為他們最早發展 所以他們的業績會是最多 點數會最多 就會稀釋掉我們的N價 就不會是15.40 2250可能就比較低 所以說他的那個切割大編的業績是合理的 小編小編 那我們第二個最大部分的獎金就是全球的分紅 全球分紅大家知道就是 第一個拼見是銷售大師嘛 昨天是不是有頒獎 再是鑽石大師 鑽石大師 鑽石大師左右各要有兩個銷售大師 大家知道嗎 所以呢在愛多美呢 如果你要上聘的話 你需要再買任何的貨嗎 不需要 你就是輔導你的組織上聘 你就上聘 你輔導你的組織賺錢 你才能賺更多的錢 所以如果沒有輔導下線的話 會怎樣 就沒有辦法賺錢 對 所以你一定要幫忙協助夥伴的成長 才有辦法成長更多 如果今天課講的不好 完全都是上線的錯 對 所以魚幫水水幫魚 這是互利共生的一個 愛多美的這個架構 你不需要你 今天我跟董姐 就是聊天 我就說為什麼 就是愛多美跟其他家職校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他現在每個月領一百萬啊 他只要一年買一盒牙刷就可以了 每個月一百萬就來 因為我們只要合格會員資格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每個組織圖 每個月都會有電話符號 有吧 我們的夥伴真的很照顧夥伴 他都看說 欸我這個這個快到齊了 他要去叫他們買 買東西嘛 結果我就跟他說 你自己的也快要到齊了 不要忘記看自己有沒有電話符號的出現好嗎 自己過期的就是你知道 消失了就沒有用 組織活著自己不見了這樣 所以再來第三點 銷售大師的話資格是什麼 自己七十萬PV 然後一號到十五號十六號到月底 左右業績各達到兩百五十萬PV 其實這個很難也不難 我希望大家會員都以這個銷售大師為目標 譬如說我多久要達成六個月或者是一年 昨天有沒有寫生涯規劃 有吧 沒有寫是不是 有寫吧 其實我們中心長也都有寫真的 就是我們都會對自己的生涯要有規劃 你要有一個目標 你才知道你要走到哪裡嗎 沒有目標就像無頭昌影一樣這樣亂走亂飛 所以就設定自己一年後要達到銷售大師或是半年 那有些人稍微快一點說半個月就可以上了 這個是就是有可能就是 我希望是漸進是自然發展 這樣才有可能每個週期都達到Auto銷售吧 對不對 你每個週期達到Auto銷售你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大概六到八萬左右 每個月固定是六到八萬 然後待會他身價有六千萬耶 大家知道嗎 因為現在利息1%嘛 所以你就可以去買六千萬的房子 所以被動式收入的概念 跟你自己勞動式工作的收入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喔 因為他是自己會進來的收入 所以大家真的要以銷售大師為目標 對 那怎麼樣查看是不是上銷售大師 就是從你的下限購買業績那邊去看 那很多會員看他就會說 我這個禮拜他每一個都寫筆記寫好好的喔 1號誰買什麼多少PV 誰買什麼多少PV 他說我好像差一點就要上銷售大師了 我說阿姨你其實就電腦點兩下就會 幫你算出來 所以下限購買業績這邊 你把日期壓到1號到15號 OK嗎 他就會自己跳出來 左邊七十幾嘛 右邊六百多對不對 這個有上銷售大師嗎 有人說有嗎 這個沒有喔 因為他小編沒有到250萬 那下面那個人有嗎 左邊四百多 右邊六百多吧 是嗎 這個就有上銷售大師嘛對不對 當你看到你下面這個業績 你是不是覺得 他好像可以慢慢的往鑽石那邊走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檢視你的業績 就知道你的組織的目標在哪邊 我下一步應該要怎麼做 我現在可能半個月半個月是50萬50萬 那我下半個週期可不可以期許自己變80萬80萬 可以嗎 可是當你沒有去看這個時候 你會有目標嗎 因為你連自己做多少批評你都不知道 人沒有目標 他就完全做的動力就會沒有 所以你必須要讓他這樣 欸 譬如說 那個 彪哥 欸這個月好像五百五百萬 下個月要不要就一千一千 要齁 欸成長五十一倍蠻厲害的 所以後台就是大家一定要常常進去看 那我們其實愛多美隨著公司的發展啊 2009年到韓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 接下來到新加坡 以後會不會到菲律賓馬來西亞那些地方 會吧 就是李總經理昨天有跟我們說會到這些地方 所以說我們的未來不會只是在這個 鹿港這個小鎮而已 我們一定是會到全世界到處去 像昨天那個王冠堯鑽石大師 他說他是不是因為愛多美可以去世界各處遊玩 對不對 我會建議剛是把他派到美國去 所以你可以創造你源源不絕的被弄是收入 我們的未來絕對是在全世界不是只是在台灣 然後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這個就是 原來還沒到故事 愛多美世界其實真的是空前絕後的一個事業的機會 因為公司具有長期的經營能力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韓國政府原子能研究院有技術投資嘛 第二點就是產品是日常生活用品 絕對品質絕對價格 如果不是日常生活用品只是賣個燈 十年只要一次的話 你根本就不會再去買 所以日常生活用品每個都是消耗品 這才是非常重要 好最後是分享一個概念 如果是快錢或慢錢 其實我說愛多美呢 如果你賺快錢 每個人都買到總代理240萬 其實這組織很容易掛掉 其實應該是 你建立一個自然的管道 讓他自然的消費業績自然的行程 就會有源源不絕賺不完的錢 不是只是要賺那一點點的對碰獎金 而是我們要賺三五十萬甚至一百萬的錢 所以這就是快錢跟慢錢的概念 你叫他一下子進來買30買240 這不是我們要的 然後呢這是別野蓋茲 大家認識他嗎 他說今天我要買一台藍寶堅尼 現在開始存錢了 一秒 兩秒 三秒 四秒 五秒 就存夠了 代表他賺錢的速度很快嘛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要提升我們自己賺錢的速度 所以藍寶堅的執行長說 當一台藍寶堅你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大部分路人都會怎樣 咒罵嘲笑或是其實他們都是忌妒 知道嗎 但是車主對這些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在成功之前 我們遭遇的是更辛苦更大於這些的 愛多美要讓你在三年內賺一百萬一個月 你不用把30年時間壓縮到三年去承受嗎 所以就知道我壓力有多大了吧 對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